罗云熙和白露不再是情侣了 对于他们的许多粉丝来说 这是一个悲伤的消息 罗云熙与白露相伴多年 在粉丝心中缔造了一段美好的爱情 然而 这次分手却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和遗憾 一个有趣的消息是 罗云熙与张若南一起参演电影 至于系恋人 并在电影中有吻戏 这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好奇 他们在角色中是如何秀恩爱的 对于这场吻戏是否有期待 该剧在播出前 就受到了观众的热烈追捧 罗云熙和张若南的情感爱情故事 和感染力的结合 引起了观众的特别兴趣 电影上映前 他们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电影的幕后视频 成为社交网络上的热门话题 影迷们正在等待并渴望看到 更多关于电影的制作 以及片中演员的个人生活 电影中 罗云熙与张若南的尴尬吻戏 引发高度关注 他们情感丰富的表演 和娴熟的讲故事技巧 为观众创造了难忘的时刻 人们热切期待 治愈系恋人的播出日期 引人入胜的故事 和出色的表演相结合 使这部电影成为近期 值得一看的项目之一 电影治愈系恋人 将于北京时间 11月2日晚9点30分上映 对于那些等待观看 这部电影的人来说 这是重要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 影片上映前 优酷上的预定量 已超过100万 可见观众的兴趣和期待程度 粉丝和崇拜者 纷纷向剧组表示祝贺 表达了对这个项目的 强烈喜爱和支持 该剧改编自 《柠檬语焉》小说《治愈者》 讲述了神经外科大神顾云征 罗云西市 在非洲执行援助任务时 遇到了身患罕见病的 医学少女苏维安 张若南市 二人在病肩作战的过程中 互生情愫 共同对抗亨廷顿舞蹈症 著一种常染色体 显性遗传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表现为舞蹈样症状 认知和精神障碍 并互相治愈的故事